国家要救护我的党 在蒋总统金国先生 英明果断 坚毅不拔的领导下 无论是在政治上 经济上 都做了重大的心格 划时代的进展 在政治上 我们解除了戒严 而开放组党 报纸登记 大陆探亲等等 也都在积极严密实施当中 赢得了国人一致的拥护 也获得了国际上 同声的赞愿 这正是蒋总统金国先生 在今天国庆祝词中 所指出的 在我们国家发展的进程上 这是进入新时代的一年 站在这个成仙起后的 关键时刻 今年的双十国庆 我们全体国民心头 都洋溢着更多的兴奋 在总统府前的广场上 今天一大早 来自全球各地的侨胞 以及全国居民代表25万人 就陆陆续续的集合 上午10点钟 中华民国各界将 齐集在总统府前 以欢欣鼓舞的心情 来举行国庆大会 台式记者李慧慧 现在就在总统府前 为您现场转播 今年双十国庆大会 和游行的全部盛况 欢迎您的收看 在国庆大会正式揭开序幕之前 我们首先为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 介绍大会的会场布置情形 维俄雄壮的总统府 布置的美轮美奂 正中央是巨幅的青天白日 满地红国旗和国富一项 上方悬挂 庆祝中华民国国庆八个大字 在左右两边各有六朵 象征中华精神的梅花 一字排开 旁边则是以双十光辉 普照全中国为主题的图案 在庆祝大会开始前 三军乐队正引导全体 参与国庆大会的各界代表 合唱爱国歌曲 现在所唱的是我们爱国旗 而一首首爱国歌曲 他们的歌声响彻云霄 现场洋溢着热烈 生动自然和谐的情绪 每个人都和记者一样 感染着这份兴奋和愉悦的心情 至于今年国庆庆祝大会会场的中央 是以美丽壮阔的 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为主导 配合三民主义万岁的图案 外围则环绕着国旗队 鲜明工整地传达出 我们海内外同胞兴高采烈 庆祝双十国庆的新生 这些图案 他们都是由台北市 各级文武学校的学生来担任 他们并且借着站立和蹲下 等等的肢体动作 使得国旗的图案 呈现出迎风飘扬的动感 至于最前端 则是由威武的三军一队来护卫 另外在总统府广场四周的建筑物 也都张灯结彩 呈现出一片喜气洋洋 真是气象雄伟 意义深长 相信各位观众在电视机旁 一定也和记者一样深刻地感受到 整个国庆大会会场所充满的昂扬精神力量 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全国民众对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成功在望的信心 今年的国庆国内发起了家家户户悬挂国旗的运动 在总统府前的广场迎风飘扬的齐海 构成了一幅雄伟壮丽的欢层场面 充分传达出我们中华民国自由民主安和乐利的讯息 各级代表所持的一千多面的标语 依序排列 整齐在会场中严肃声动 人员井然有序 画面非常的壮丽 在今天的主席台上一共有一千八百个座位 上边坐的是各国驻华使节 专程来华祝贺我国双十国庆的外宾 以及来自世界各个国家侨胞代表团的团长 和我们政府党政军各界的首长 接着下来我们为您介绍 今天国庆大会的进行程序 担任大会主席的是中华民国各界76年10月份 各种纪念节日活动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立法院长尼文雅 国庆庆祝大会将在上午十点钟正式开始 主席致辞之后 全球五大洲的侨胞代表 以及最近投奔自由的反共议事代表 都将要在大会中分别致辞 并且宣读大会宣言 国庆大会将在全民拥戴的蒋总统金国先生 清零致辞的时候达到最高潮 大会大约进行35分钟的时间 然后在高呼口号 释放五彩气球和和平歌之后圆满里程 随即展开盛大的国庆游行 在今天这个渤海欢腾的双十国庆日 除了总统府前雄伟壮丽的国庆大会和威武雄壮的游行之外 各地也都有许多热烈的庆祝活动 欢迎全国同胞热烈参与 共同分享双十国庆的欢愉 今天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 在总统府前的广场有民间游艺团体的表演 晚上七点半钟 在淡水河畔的上宫 将要释放六十分钟的双十国庆焰火 另外晚上七点半钟到八点钟 在中华文化体育中心 并且要举行国庆自强晚会 以展现我们四海同心 热爱国家的心声 而在全国各地 也都分别举行国庆联欢晚会 艺文活动 体育活动等 各项多彩多姿的活动 各个公司里文教艺术游乐设施 在国庆假期期间 对海外侨胞和全国居民 也都提供礼遇优待 希望您共享国庆佳节的喜乐气氛 今年台北市的天空 有些微的云彩 阳光穿云而过 而在会场上空 有十架陆军轻航空大队的轻航机 以前五后五的编队低空飞过 向大会致敬 他们所释放的红橙蓝电子的五彩烟云 更为国庆大会增添了欢欣 和喜庆的气氛 现在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对陆军轻航队的优异表现 都加以热烈的赞誉 今年的国庆大会 除了国内的三家电视台联播之外 全国军工民营各个广播电台 也同时联合转播大会和游行的全部实况 另外自由中国之声中央广播电台 也将透过闽南语广东话英语日语等多种语言 向世界各地和大陆地区现场转播 我们复兴基地军民同胞和侨胞代表 热烈庆祝双十国庆的大会和游行的全部盛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台北国际社区广播电台 也在今年第一次转播 另外还有来自全球各地各新闻媒体的记者 都在国庆大会的现场采访 透过这许多种的传播广告 必然能将我们海内外万众一心 使至复国建国的信心 传遍全世界各个角落 现在是上午十点钟整 中华民国各界庆祝七十六年双十国庆大会正式开始 奏业 唱国歌 奏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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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左右转 面对国旗 及国父一项 一队 行举枪礼 乐队 国旗队 标语队 大会作业单位 行住墓礼 便服人员 便服人员 托帽 行居宫礼 请托帽 一队 一队队 三队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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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主席 请各位长官 各位贵宾就座 托帽 请赴茂 主席致辞 各位贵宾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今天是我们中华民国 四十六年 四十六年国庆 国庆纪念日 队内晚 中民同胞 晚着 欢兄 务必的生存 热烈 庆祝 这伟大 光辉的日子 四十六年的今天 国务 顺中沙 学生 领导 国民革命 离经无所接纳现作 终于台湾满清帝制 递到亚洲 第一个明治公务国 今天 是先总统将功 领导 抗计胜利 五十六年 一队 则是限定 四十六年 这是我国 经本年来的两届大事 取消了 所有不平等调用 完成了国务 就中国的 自由平等的一致 并光佛 折奔 虐奔一体的 折法同胞 终于治国法报 动向自由平等的 抗论生活 这四年来 因为巨国的短节努力 和外交报的热烈知识 我国经济的快速领帐 甚至决定地满下 更明治 因为全世界 有谁之日 所肯定与赞扬 尘埃的同胞们 我们全国国界 约定这国会 务必的国庆纪念日 自外 海内外 中民同胞 珍惜 这次 得了不已的 回望群修 在将总统 靖国学生 坚定 提醒民主宪定的 作业领导下 北京合作 最一新格 使我们的国家 政治更正步 经济更晚用 思维更康律 一万人 想明主义 通义全中国的人性市民 继续各位 继续各位 调靠代表 黄灵芝小姐致辞 代表全球五大洲 侨胞致辞的是 旅居希德的 侨胞黄灵芝 他今年36岁 是河南人 现在担任 希德布兰梅 华侨子弟 中文班的校长 一项忠贞爱国 热心侨舍的 中文教育工作 各位 今天这个奖励 调靠代表 是黄灵芝女子 她是河南人 国立德拉大学 美国马里拉大学 也就说比你 现在在希德 布兰梅 瓦教智力 中文班的校长 现在请黄灵芝女子 讲话 主席 各位贵宾 亲爱的父老兄弟 姊妹们 我们来自全体各地的朝包 今天 在这里 与自由祖国的居民同胞 一起来参加 庆祝中华民国 七十六年国庆大会 内心充满无比的喜悦与兴奋 近年来 自由祖国 由于 蒋总统 金国先生的 英明领导 政府的 弦明措施 以及 居民同胞的 团结 与民同胞 政治更为开明 经济更为繁荣 在创造 经济 奇迹之后 又将在创造 政治奇迹 世界各国 已经对我们 自由祖国 刮目伤看 同胜赞誉 我们海外各地侨胞 莫不引以为容 今天 大陆上的贫穷落后 就是共产主义 长期祸害中国的悲惨事实 我们 必须 团结一致 摧毁共产暴政 让大陆同胞 也能过 自由民主的 生活 亲爱的同胞们 祖国与华朝 都是血肉相连 成败与共 过去如此 今后也一样如此 我们朝包 一定以 更坚强的 敬念 更坚决的 行动 更坚定的 立场 与自由祖国 居民同胞 牺手并肩 共同为 三民主义 统一中国 而奋斗 敬祝 中华民国 国运昌龙 谢谢各位 反共议事代表 郑蔡田先生 致辞 代表反共议事致辞的 郑蔡田议事 今年27岁 是湖北武汉人 他在民国75年10月24号 从山东的菜山机场 驾机起义 降落在韩国青州基地 在去年的12月19号 反抵国门 请各位消息 请各位消息 现在 大公议事 这个 郑蔡田议事 讲话 郑蔡田议事 是富白人 是非旧航空兵 休校病年 纽约担任 被害中 航空师的务事 中得着 于民国75年 12月24日 由沙东 来山机场 驾机起义 降落韩国 12月9日 大地过门 现在听 这次 接你这 讲话 主席 各位贵宾 各位亲爱的父老兄弟 姐妹们 大家好 我是郑蔡田 为了响应自由祖国 精神加盟 行动归队的伟大号召 去年10月24号 我冒着生命的危险 驾驶中共 米格19型飞机 一览冲破铁幕 经有韩国 投奔自由 在去年 12月19号 平安回到我 向往已久的 自由祖国复兴基地 达成了我 唾弃中共暴政 参加反共复国大越的心愿 我回到自由祖国 将近一年了 除受到祖国军民同胞 热烈的欢迎 亲切的关怀之外 并且荣幸地 加入中华民国 空军的战斗行列 这是我有生以来 最感兴奋 与骄傲的大事 回到自由祖国 将近一年 我亲眼看到了 自由地区 政治清明 经济繁荣 民生乐利 建设进步的面貌 更目睹祖国三军 金石壮大 士气高昂的雄伟军容 这些忠心的气象 使我深为感动 复兴基地的军民同胞 能过着如此 自由幸福的生活 这都是大有为政府 全力实行三民主义 所带来的丰硕成果 我衷心希望 海峡两岸的同胞 都能过着一样美好的日子 因此 我愿借这个机会 再一次呼吁中共 赶快放弃 马列共产主义 响应以三民主义 统一中国的伟大号召 使全中国 恢复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 重建新中国 使成为世界上 富强康乐的强国 我也盼望 复兴基地的军民同胞 认清中共现阶段 口密附件的统战阴谋 精诚团结 壮尽自强 在蒋总统 晋国先生的英明领导下 早日完成 反共复国的神圣使命 最后 我诚慈地祝福 复兴基地 在团结 和谐 安定中 大家生活得 更愉快 中华民国的国运 更苍荣 谢谢大家 听完了 郑蔡田议事 誓死反共的见证之后 即将要进行的是 宣读大会宣言 代表今年国庆大会 宣读大会宣言的 青年是 国立台湾大学 法律序的学生 张国勋 张国勋将代表 我们全国居民 表达出对三民主义 统一中国成功在望的 信心和决心 中华民国各界 庆祝七十六年国庆 大会宣言 今天是中华民国七十六年的 国庆纪念日 来自全国各界代表 海外侨胞代表 以及友邦的贵宾 欢聚在总统府前广场 庄严而热烈地庆祝 这个开创中华民国的 双十国庆 令人感到无比的振奋和鼓舞 国父孙中山先生 创造三民主义 领导国民革命 血练们抛头颅 撒热血 牺牲奋斗 不折不挠 经过十次失败之后 终于在七十六年前的今天 武昌一举推翻满清 建立了亚洲 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今天我们在复兴基地的一千九百万同胞 等于享有自由 民主与繁荣 便是国父当年为我们殿下的基础 三民主义 含运中华文化之精髓 且能与现代进步之思潮相结合 以为中国的未来 汇出了一幅美丽的蓝图 也指出了一条前进的道路 这幅蓝图和这条道路 几十年来成为我们前进的指标与明灯 由于我们对这个理想的坚持 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冲破难关 并且一次又一次地创造胜利 事实证明 一个崇高的建国理想 最后并能圆满实现 大陆沦陷 政府迁台以来 我们不仅保有复兴基地这一片净土 并在这片净土上 积极从事三民主义建设 由于全民的团结奋斗 便手知足 终于创造了中国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自由 繁荣 和进步 今天 中华民国 是全世界人们心目中的自由天堂 和均富乐园 更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 政府各以无比的自信 大力推动政 经文 教 各方面的革新建设 请示明显指出 我们正在为做造一个现代国家的典型 而大步迈进 38年来 大陆同胞 虽然在共产极权的暴虐统治之下 但在他们心目中的中华民国复兴基地 是他们从获自由 在向民主光辉的一座灯塔 他们的心 与我们的心 永远相连 他们对三民主义 人正的向往 永远在内心深处 激荡燃烧 我们要加速 使三民主义的春风 吹向大陆一千一百万平方公里的每个角落 让十亿同胞 感受到民族复兴的曙光 共同为铲除马列共产思想毒素而奋斗 值得重视的是 我们迈开民主的大步 目的是在带动全民参与 开启国家统一的契机 但既此充满希望的时刻 也是潜伏危机的时刻 我们要给大陆同胞 送去何时的春风 中共 并会暗中送来屠城的木马 因此 我们要提高警觉 维护国家安全 社会安定 与有力的行动 粉碎中共的阴谋 今天 大会主席 代表全体与会人员 在青年代表张国勋宣读大会宣言的时候 大会主席倪文亚已经前往恭请全民爱戴的蒋总统金国先生清零致词 现在在场的所有贵宾和来宾都起立 面向总统府的阳台 恭迎将总统金国先生清零大会致词 大会的会场现在响起了总统进行曲的乐声 蒋总统金国先生 今天在国庆祝词里面丽全国同胞 要坚强团结 做反共中流砥柱 为自由民主统一中国写下新章 而在今天国庆大会的会场 25万名民众 更是以最热切的心情 期待聆听 蒋总统金国先生对全体国人的欺勉 蒋总统金国先生现在出现在总统府前的阳台上 总统含笑让全国的军民挥手致意 全体民众都肃力高呼总统好 群众们不断挥舞着手上的国旗和寒色献球 大会气氛进入了最高潮 总统今天穿着深色西装精神焕发 今天是中华民国七十六年三日国庆 看到中华民国七十六年三日国庆 祝大家精神团结 撕海贵心 这真是我们三名主义 同意中国必胜必胜的最大力量 亲爱的同胞们 让我们海内外更精密地团结在一起 把实质的外公心理走向大陆 摧毁中共保证 外给大陆同胞 明知自由的生活 带给他们清天和热满地红的光辉 亲爱的同胞们 现在让我们提升高福 生命主义万岁 生命主义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 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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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万岁 谢谢大家 向总统致敬 恭祝总统 正宗昌泰 中华民国国印昌游 总统致敬 不想起了总统好的欢呼声 总统致敬 国庆大会的会场 25万名民众高呼 总统好的呼声响彻云霄 这份发自全民内心的爱国情操 在总统府前会合成 我们反共复国的时代主流 也会国庆大会带来了热烈的气氛 就在这个时候 大会释放了一万支的和平歌 而不计其数的五彩气球也冉冉升空 非常的壮观美丽 吸引了在场所有民众的注目 就在这个祥和喜乐的气氛中 庄严壮盛的中华民国76年国庆大会 圆满里程 随即要展开的是 中华民国76年双十国庆 国庆游行 全国各界代表将以光复大陆国土 复兴中华文化 弘扬民主宪政这三大主题 编成游行队伍 以昂扬 壮盛 自然 活泼热烈的阵容 以及各具特色的动作 通过主席台 来显示 我们的经济繁荣 名声乐利 教育普及 国防精实 为国庆大会掀起令人兴奋的 另一个高潮 值得一提的是 参加油行的12辆花车 在向大会致敬之后 并且要经由台北市的信义路 西隆路 仁爱路 连续游行到国富纪念馆 而后在国富纪念馆的广场展示两天 到明天下午5点钟截止 欢迎各位观众 在国庆假期前往欣赏 今天台北市的天空有些微的云彩 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 光武功专的胜利号角队 他们穿着非常鲜艳的服装 设计也非常的新颖 刚刚在今天国庆大会的整个序幕 就是由他们胜利的号角所载动的 现在光武功专的同学 站在会场的最前端 手上拿的这个银色号角闪闪发亮 今天总统府前的广场固制了许多巨幅的标语相当醒目 今天总统府前的广场固制了许多巨幅的标语相当醒目 在白标语相当醒目 以及警服们连成一贯相当醒目 更增加了会场气氛的庄严隆重 国庆主任游民开始 国庆主任游民开始 大家好 现在游行就要开始了 这个显示复兴基地自由 民主 繁荣庆库的胜利队伍 将以翠力奋发的精神 多彩多姿的内容 欢欣鼓舞的情绪 各位观众 团结整齐力量 威武雄壮的盛大游行即将要展开了 今天的游行总共分为四个梯队 第一个梯队是前岛梯队 由宪兵的李基车 学生乐仪队 国防部示范乐队 国旗队 国父一项队 先总统蒋公一项队 以宣扬国父一教即先总统蒋公 领导国民革命的封公伟基 使至达成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目标 现在通过主席台的是前岛梯队 宪兵机车连 在两辆的前岛里车后面有三十辆重型机车的前岛摩托车 宪兵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 历年来对军纪的维护和社会治安都有莫大的贡献 他们阴挺地坐姿 坚强地抑制 真是一支训练落实的革命净律 您看他们的精神多么抖擞 他们的队伍多么雄壮整齐 而这正象征着胜利与成功的到来 当 cro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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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了 굿了呐湿了 健明的机车连的雄壮和威武整齐的步画 赢得了在场所有贵宾们热烈的掌声 今天所有参与游行的各个单位的代表 都将以显示复兴基地自由民主繁荣进步作为主题 他们将以脆力奋发的精神 多彩多姿的内容 欢欣鼓舞的情绪 整齐豪迈的步伐 展示全国居民海内外同胞团结奋斗 热爱国家的伟大情操 现在通过主席台的是 本一女中 中山女中 景美女中 这三所学校所组成的学生联合乐业队 他们曾经好几次参加国家重要庆典的演出 深获好评 而他们整齐的步伐 活泼乐观进取的精神 代表的正是现代青年的豪情壮志 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 穿红衣服白裙子的是北衣女中的乐仪队 穿红衣服黄裙子的是景美女中的乐仪队 而穿黑衣服白裙子的是中山女中的乐仪队 穿红衣服白裙子的是中山女中的乐仪队 穿红衣服白裙子三次 穿红衣服白裙子的是中山种 現在要通過主席臺的 是慶祝國慶的大標牌 慶祝國慶這四個大字 顯示來自世界各國的貴賓 和全球僑胞代表 與我們復興基地舉國上下的全體軍民 在這裡熱烈慶祝中華民國 76年雙十國慶 您現在在畫面上看到的 是北一女中中山女中和景美女中的 一對向主席臺致敬禮的情況 現在在場的所有貴賓都已經起立 準備向通過主席臺的 我們的中華民國 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大國旗 致最近禮 這幅巨幅的國旗是由三軍官校 跟政治作戰學校的學生所持戶 漂洋的國旗隊伍是由台北市私立開南 商工的同學所組成 國旗代表國家 我們全體國民以它為榮 我們要讓它在祖國的大地上漂洋 千秋萬事直到永遠 國防部釋放樂隊是國家的禮樂部隊 它平日擔任國家各種慶典 迎送外賓跟示範禮奏的等等的任務 今天他們特別也以壯盛的隊形 為國家奏出了勝利的元章 他們現在所演奏的是明天會更好 這首歌曲充滿了對美好未來的憧憬 並且紓懷出豐沛的同胞愛 相信大家都已經耳熟能詳了 您現在在畫面上所看到的最前端是 慶祝國慶的大標語牌 您跟著在後面的就是巨幅的 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大國旗 現在看到的是國防部示範樂隊 正在演奏明天會更好的勝利樂章 現在通過主題台的是三民主義的大國旗 以統一中國八個大字 三民主義是國父孫中山先生首創 也是我們建國復國的最高指導原則 他正在提醒我們 慶祝雙十國慶應該集中反共意志 團結反共力量 在三民主義的指引下 共同奮鬥 早日摧毀共產暴政統一國家 現在通過主席台的是由國立台北商專的學生 所持戶的國父一項隊 國父領導國民革命四十年 他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 昭示我們有橫為成功之本 我們要例行國父一教 更要相互砥礼 在蔣總統金國先生的領導下 凝聚全國同胞反共的智慧和力量 加速富國建國的行動 開拓三民主義勝利的明天 現在在場的所有貴賓都起立 向我們的國父一向致敬 現在通過主席台的是松山高山的樂隊 松山高山創校三十三年來 為國家培育了無數優秀的商業人才 對於我們國家的財經建設貢獻很大 從他們整齊壯盛的陣容和昂揚的士氣 充分表現出她們是堅強有為的 日誕女青年 現在通過主席台的是由南港高公所持獲的先總統蔣公一項隊 蔣公秉承國父一致領導全民北伐抗日剿匪形建勘勞建設復興基地 緬懷蔣公偉大的人格和不朽的勳建 感念蔣公愛國愛民的遺訓我們更要精誠團結 早日完成反共復國的神聖使命 緊跟著要通過主席台的是第一梯隊 CETD是以光復大陸國土為主題 由官校聯合騎隊 官校學生部隊包括中正玉校 陸軍官校 海軍官校 空軍官校 政戰學校 後備軍人代表 金門代表 以嚴整的軍容 英勇的氣概 顯示出忠心復活的無限情力 在三軍樂隊吹奏的悠揚軍樂聲中 通過主席台的 首先我們看到第一梯隊的指揮官車 第一梯隊是強大國防力量的表征 他們包括了三軍官校和政戰學生的代表 後備軍人代表 以及金馬地區的代表 團體奮鬥反共道地 光復大陸國土 就是他們最莊嚴的使命 在畫面上看到的 剛剛是三軍樂隊正在吹奏悠揚的軍樂聲 最新的地球 三軍隊 這是三軍軍官學校和政治作戰學校所組成的聯合體隊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第一梯隊的指揮官高華駐上校 他在第一梯隊的指揮官車上向主席臺致敬禮 這是三軍官校跟政治作戰學校所組成的聯合體隊 現在他們依照軍禮向貴賓們致敬禮 首先通過主席臺的是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的學生聯 他們一共有141個學生 按照這個三軍樂隊所吹奏的分別式進行取 一分鐘批108個步 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是三軍幹部的幼苗 中正運校是紀念先總統講功跟適應建軍的需要 在民國65年5月16號成立的 建校的宗旨在培養學生成為數得兼修文武合一的有為青年 為三軍官校和政戰學校奠定了軍官學前教育的學術 這是陸軍軍官學校的學生聯 陸軍官校自先總統講功在黃埔建校到今天 已經有60多年 在我國國民革命的過程裡 始終肩負著成天起後 既往開來的革命任務 今天在國慶大會上 他們所展示的純熟訓練 更顯示出他們將以無比的信心 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時代使命而奮鬥 現在通過主席臺的是海軍官校 海軍官校是培養海軍革命幹部的搖籃 熊市三陽 屏障四海 成長風破巨浪 具有冒險犯難的勇氣 發揮同舟共濟的精神 擔負起捍衛祖國海疆的使命 現在通過主席臺的是空軍官校所組成的學生聯 他們壯盛的軍榮 整齊的步伐 勇往直前的精神 正代表了空軍傳統的中勇軍風 空軍官校是培育飛行劍兒的搖籃 在未來反攻的複博的盛戰中 肩負捍衛領空 殲滅敵機的重責大任 在空軍官校之後 緊跟著的是來自 副新鋼的政治作戰學校的男生聯 現在通過主席臺的是警備後備部隊 齊隊和代表隊 全國三百多萬名的後備軍人 平時散居各地 從事各行各業的生產建設 對繁榮經濟安定社會 都有重大的貢獻 戰時所有的後備軍人都可以迅速動員 揭附寶箱保土支援三軍作戰的任務 現在通過主席臺的是 金馬代表齊隊和金馬代表 這支來自反共最前線 金馬馬祖聖誕的民眾自衛部隊 他們在敵人的炮火下成長 在戰鬥的磨練中茁壯 他們無為敵人任何的挑戰 不分男女 各個具有尖敵制勝的信心與決心 人人是為保家 保疆 保國 截風沐浴 貢獻興奈 現在現場的躍升轉為輕快活潑的 小快步分裂式進行去 通過主席臺的是 這支美麗的隊伍 他們是馳名中外的花木蘭 政治作戰學校的女生聯 以每分鐘140步的獨特快起步 向貴賓致敬 充分表現出中華女青年的氣概 新高速臺子 機闢突破自己的支持美麗 即使出國外套花木蘭 這是國內最好的女生聯 他們以每週140個模特快速 叫不明明明 紧跟着通过主席台的是金马民众自卫队的女青年代表 您看她们一个个精神饱满战志高昂 现在正以一致的步伐严整的军容 通过各位的面前向贵宾致敬 在金马女青年代表之后 紧跟着要展开的是第二梯队的游行 第二梯队的主题是复兴中华文化 这个梯队是由青年学生代表所组成 他们在文武兼修跟九年国民义务教育的里面成长茁壮 而这也正是我们国家伟大潜力的所在 复兴中华文化这个第二梯队由国小学生 国中学生 高中学生 大专学生所编程 要以整齐活泼的阵容 稚气昂扬的一态 来肯定中华民族刚毅 敦厚 繁衍绵延 生生不息的革命气势 现在三军乐队所吹奏的是双十结歌 双十结歌的歌词是十月十日真高兴 我们大家来提灯 排着队伍前进处处都欢迎 红灯 绿灯 各色灯 来来往往亮晶晶 亮晶晶 亮晶晶 大家都欢心 在第二梯队打头阵的是台北势力古亭国民小学的国小学生 一共有三十名可爱而又活泼的小学生 即将要通过主席台向贵宾们致敬 在复兴中华文化的巨大标语牌之后 就要看到的就是台北势力古亭国民小学的学生 古亭国小成立到今天已经有三十六年的历史 在校长 老师跟家长同心协力下 充分表现出我国国民小学已经实现德 质 体 群美 我欲均衡的理想 而他们的朝气蓬勃 神采飞扬 正象征着我们国家社会的下一代 充满着光明的希望 现在通过主席台的是台北市大安国民中学的学生 他们正配合着三军乐队所演奏的双十节歌 以首语来演出 双十节歌的歌词刚刚我们已经为您介绍过 现在他们的首语正显示出十月十日真高兴 我们大家来提灯 排着队伍前进处处都欢迎 红灯 绿灯 各色灯 来来往往 亮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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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欢迎 而这个首语的演出 正可以代表残障同胞们共庆双十的新生 大安国中是一所颇复盛名历史悠久的男生学校 在学艺界 体育场曾经造就了许多上等人才 看他们活泼的身手 开朗的笑容 告诉我们全国民众明天会更好 为他们伴奏的是由海军乐队总指挥的三军乐队 现在通过主席台的是代表高中高职大专青年学生 所组成的学生联合旗队 现在他们正以检阅礼节 向贵宾们致敬 我们现在听到现场的乐队 学生再度转为小快步分裂式的进行曲 您一定知道踢阵部的队伍又要来临了 在第二踢队里担任踢阵部第一个队伍的是大专学生男生的代表 担任这个工作的是国立成功大学的男学生代表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学生联合旗队通过司令台 紧跟着在学生联合旗队后面的是高中学生的男生代表 这支由高中高职大专青年学生所组成的联合旗队 现在正以检阅礼节 向贵宾们致敬 紧跟着在学生联合旗队之后的 是台湾省立海山高宫各科优秀学生临选组成的队伍 海山高宫特别重视教育的均衡发展 以培养允文允我的时代青年 您看他们的精神抖走 英姿焕发 正是文武和音 时代青年的最好表征 海山高宫今年有33位的男学生代表 参加高中学生的踢正步 国中学生代表们配合着三军乐队所吹奏的 踢正步分裂式进行群 现在通过主席台的是国立成功大学大专学生的男生代表 国立成功大学位于台湾的古都台南市 一向已应用科学文明于世 现在有文理工管理医学院等五个学院 学术研究的风气很盛 校友们成就卓越 是国际间一流的学府 而精勤敬业更是成大人全力以赴的目标 现在现场的乐音再度转为小快步的分裂式进行群 您一定猜到下面的游行队伍将是美丽的女生队伍了 不错 现在通过主席台的是台北市中山女中 141位女同学所组成的美丽队伍 她们展现的是勇往直前的精神 满怀奋发昂扬的心智 踏出坚定稳健的步伐 再创新国英雄的风脉 她们是中国女青年最好的表率 周山女中的女同学穿的是白上衣 滚着红边的领子 非常的俏皮 也很可爱 她们要配合三军乐队所吹奏的小快步分裂式进行群 每一分钟要迈出144个步伐 这是很独特的快起步 现在现场响起了贵宾们热烈的掌声 为高中女学生们优秀的表现喝彩 现在通过主席台的是大专女学生的代表 这是治理商专专科学校的女学生代表 治理商专位在台北县板桥市 对商业教育跟科学技术的研究贡献很多 毕业的校友服务在社会上表现的成绩都很卓越 是一所培养商业专业人才的优秀学府 治理商专的女同学们穿的是红上衣白裙子 鲜艳的服装搭配赢得了在场所有嘉宾们一致的好评 紧跟着要进行的是第三梯队的游行 第三梯队的游行主题是弘扬民主宪政 这是由全国海内外同胞 以及各界代表所组成的 充分表现全民团结 国富民安 万众一心拥护政府的赤臣 参加第三梯队游行的包括了学生乐队 大专啦啦队 由这两个队伍来主导 分别有侨胞代表 反共议事代表 劳工代表 工业代表 商业代表 农业代表 电视代表 山包代表 花卉团体代表等等 伴随着阵容庞大的12辆各式各样的花车 以中华巨龙建中学生乐队的澎湃气势 电后编程 证明我们全国居民 全球侨胞 热爱国家 拥护政府 推展国家各项建设的巨大力量 现在通过主题台的 是国立台北商专 付社府校的乐队 由于学生的素质高 这所学校深受金融商业机构的好评 对经济建设有相当的贡献 这支乐队由于平日情与练习 从演奏中表现出雄伟的阵容和壮丽的乐章 他们现在所演奏的是 我爱中华这首爱国歌曲 在台北商专国家乐队之后 要通过主题台的是国立一专的拉拉队 他们现在正以贤熟的动作 优美漫妙轻盈的舞姿表演白鸟嘲讽 白鸟嘲讽象征海内外中华儿女 对自由祖国的热爱和向往国家光明前途 国立一专所组成的拉拉队 也深获在场所有闺蜜们一致热烈的掌声 国立一专从创校以来造就了无数杰出的艺术人才 对于发扬中华文化 提升国民生活素质有很大的贡献 我们现在看到国立一专的拉拉队 所表演的优美舞姿 他们穿着红色绿色黄色蓝色紫色色色的服装 非常的美丽也非常的鲜艳 现在通过主席台的是调包代表队伍 他们来自全球五大洲参加双十庆典 赤城拥戴政府 这辆降龙献锐的花车 象征四海之内的中国人 为美好明天共同奋斗的坚定信念 站在花车上的是美丽的华步小姐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调包代表翔龙献锐的花车 现在通过主席台的是反共意识的花车 反共意识花车所展示的主题是支援大陆同胞争自由争民主的运动 花车以自由灯塔显示复兴基地万象更新光芒普照 展翅高飞的凤凰 不断地将自由民主富足的信息传送到大陆 终将引发大陆苦难同胞 在暴政下推翻暴政 从铁幕内摧毁铁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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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国历经北伐抗战剿匪 贪乱诸多战役 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 退役之后又本着暴国初衷 继续从事国家建设服务社会 充分发挥忠贞团结 诚苦开创的伟大荣民精神 我们看到荣民代表花车上 有青年白日满地红的国旗飘扬 现在通过主席台的是 珠海商职乐队和旗队 珠海商职是珠海文化教育机构 所创办的 坐落在台北市的北投区 环境幽静 校园优美 交通便利 师资优良 设备完善 是一个读书的理想地方 珠海商职乐队所吹奏的是 珠海选取 现在通过主席台的是 稻江商职的拉拉队 稻江商职成立于民国51年 现在有职业学校干部学校 总计历年的毕业学生 已经超过了一万多人 都能够本着诚实负责 创造荣誉的校训 在社会的各个阶层贡献所学 服务社会 并且响应推展全民体育 成绩卓著 我们看到珠海商职的乐队 已经离开了主席台 紧跟着要通过主席台的是 劳工代表 现在通过主席台的是 全国劳工最高组织 中华民国全国总工会 所组成的劳工代表花车 花车的主题是显示 我国致力于保障劳工权益 增进劳工福祉 发展国家经济 建设安和乐利的社会 在这辆花车上 我们看到双十的光辉普照 全中国的图案 现在通过主席台的是 中华民国工业总会的花车 花车是以绿色的宝岛车型 来代表我国工业环境 和产品品质的优美 车前的机器人 和电脑资讯操作 代表我国工业技术的提升 而车子后面的工业总会 标志和喷泉 则代表着全国工业界 京城团结生生不息 紧跟着我们看到的是 商业代表的花车 这是由全国商业总会 负责筹组 成员有各级商业团体的代表 花车的主题是显示多年来 我国经济不断繁荣 对外贸易快速成长 商业出力很多 贡献也很大 在此外贸易快速成长 一口大 店里有各级市城市 有各级市城市 就是这简单 两口大 一门 一口大 一口大 白 一口大 一口大 三口大 第二口大 四口大 五唐 一口大 二口大 二口大 一口大 现在通过主席台的是士林高商乐队 士林高商乐队是由一群聪明、伶俐、活泼、快乐的女生所组成 士林高商是享有盛名的学校 为国家培植了素质优异的商业人才 您看他们整齐划衣的动作饱满的精神 充分表现出青年学生对国家胜利成功的信念 士林高商乐队所吹奏的是西湖工商 在依照蒋夫人《我将再起》的专文 自行普制的《我将再起》歌 这个雄壮的歌声深获所有在场贵宾们的好评 紧跟着在士林高商乐队后面的是西湖工商的拉拉队 素有革命学府美誉的西湖工商 每年都组队参加双十国庆游行和表演 今年他们是以古装的花木兰扮相 高举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作为浅草 随后是红衣白裙手持彩环的女同学 做有节奏的表演呼应 在学生拉拉队队伍里相当令人激赏 西湖工商的拉拉队在士林高商乐队所伴奏的《我将再起》的歌声里 充分表现出热爱国家的赤城 紧跟着在西湖工商拉拉队之后 要通过主题台的是农渔代表的花车 农渔代表花车是由台湾省农会 台北市农会 高雄市农会 台湾省渔会 以及高雄区渔会等联合制作 他们结合全国的农民渔民 在英明政府的领导下改进生产技术 发展精致农业 花车的主题显示农渔业代表团结一致 共同为加速农渔建设而努力的新生 我们现在看到美丽的农渔代表们 在花车上频频向大会的贵宾们挥手致意 在花车的前端有可爱的牛 紧跟着要通过主席台的是体育代表花车 体育代表花车是以我们享誉国际 获得1987年世界和亚洲锦标赛 三级棒球冠军代表 以及以环球徒步和环球自行车 完成环球旅行壮举的剑儿们所组成的 由于他们英勇奋战 为国家争取光荣 为我们进军国际体坛 奠定了胜利的先机 花车显示出 我们以棒球温农队伍英勇奋战的精神 努力推展全民体育的运动的新生 现在通过主席台的是电视学会所制作的花车 以我们的国家梅花为主题 装饰了三朵梅花的国徽 现在通过主席台的是东方工商的乐队所伴奏的山包代表 这支漂亮的队伍是我们宝岛的传统文化表征之一 山地民俗 在双十国庆的游行队伍里 他们像孔雀一般骄傲的舞涌着 为家国的生日热成欢庆 宝岛的山地同胞一向民俗唇后坚毅勇敢 四季的天空经常响彻着嘹亮的歌声 洋溢着健美的笑宴 这就是我们中华传承文化的名正 现在他们愉快的歌声步履 虔诚的礼赞国富民康和万众一心 赢得了在场所有贵宾们的一致好评 现在通过主席台的是花卉团体的花车代表 花代表着自由与进步 唯有自由的土地才能绽放出美丽芬芳的花朵 现在通过主席台的第一辆花车 是台湾区花卉发展协会代表的花车 充分显示出中华民国人民 生活在三民主义建设中的幸福美满安和乐利 美丽的小姐们挥舞着国旗 不断地向在场所有的来宾挥舞致敬 现在通过主席台的第二辆花卉团体的花车 是由中华民国插花协会和中华民国花艺设计协会 共同制作的国旗花车 象征着我们全国民众正义无比的毅力 以开创国家更美好的名片 聪明 小年纪埃为特别持续到最美的集结 志祭 一千让花车 去台湾区花卉 读功会代表花车 现在通过主席台的第三辆花车 是台湾区花卉输出工业代表的花车 显示的主题是花农在复兴基地里 安居乐业努力生产 促进花卉输出业的发展起飞 象征在国恩嘉庆中 花卉产销合作无间推展外销 我们看到象征今年的白兔 目前就在花车上通过主席台向大家致敬 今年国庆游行的亚洲好戏现在已经上场了 我们看到由150个人舞动的中华巨龙 现在正出现在主席台前 中华巨龙队是为了响应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发扬固有优良传统 在民国53年成军的 这条巨龙全长有120公尺 一共有44节 现在它正由龙珠引导 以金龙致敬 风调雨顺 降龙宪瑞等等的节目 向主席台的贵宾致敬 共驻国运昌龙 而巨龙的神龙不见首不见尾的声势 也将整个国庆游行的活动气氛带到了最高潮 在场所有贵宾都对巨龙们的优异表现 报以热烈的掌声 由于五栋巨龙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五龙头的这个剑儿 已经由另外一名剑儿来接替 这条不断舞动的巨龙 也象征着我们全国居民 渤海欢腾共庆双十的愉快心声 现在中华巨龙逐渐离开主席台 即将要进入主席台致敬的 是国立台北建国中学的乐队 台北势力建国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 具有优良传统 备受赞誉的学校 剑中的学风具体表现在于学生们具体的求知欲 奋发的生命力跟炽热的爱国心 多年来为国家造就了无数的优良人才 学生社团蓬勃发展 课外活动多彩多姿 是剑中的另外一个特色 您看这就是编制完整 人数庞大 训练严格 气势壮声的建国中学的行进乐队 剑中的乐队 所要演奏的是号角进行曲和庆典进行曲 不过我们要特别提醒各位观众的是 他们是以改编过后的拉丁音乐的方式来呈现 这两首动人的乐曲 一共有100名剑中的学生所组成的乐队 现在在主题台前开始变换队形 首先呈现在全国观众面前的 是双十字的队形 现在他们开始做交叉旋转 这些花式交叉旋转的队形变化 赢得了在场所有贵迷们热烈的掌声 这些花式交叉旋转的队形 今天全省各地都是多云道晴的爽朗好天气 阳光普照正象征着我们中华民国的前途光明 国运昌隆 今年白天的气温适中 对于参加国庆活动的所有民众 或者出外交游踏青的民众都相当的适宜 所以说全国同胞可以欢度一个愉快的双十国庆 在网民巴适中 現在排出的是梅花隊形 現中樂隊的遊行表演是我們今天國慶遊行的最後一個亞洲好戲 現在他們排出V字勝利行的隊形 在V字勝利行中現中樂隊的整個表演活動搞一個段落 各位觀眾參加國慶遊行的居民代表和團體清晰地呈現了我們社會的安和樂利 而今天我們所擁有的繁榮複數和民主法治的基礎 都是全國各行各業的同胞精誠團結流血流汗 攜手努力所製造的豐碩成果 這是我們每一位中華兒女值得自豪並且引以為榮的 由於政府的大力革新進步作為 我們國家呈現了精心向榮的蓬勃生機 我們也堅信必然能夠完成時代所交付給我們的神聖使命 那就是讓三民主義憲政的光輝照耀全中國 讓中國大陸上億萬名的同胞也與我們一樣共享民主自由的福祉 在今天國慶大會轉播結束之前 讓我們共同以這個歷史的使命來互相欺滅 希望生活在這個可愛可敬的國家裏的每一位國民 齊足立正向我們的國家敬禮 攜手聯繫 為我們的國家效忠 憲政同學一百人大樂隊現在離開主席臺 整個國慶遊行的節目現在告一個段落即將要結束 各位觀眾在76年前的今天 國父領導革命制式發動武昌起義 先列先賢們前撲後繼 犧牲奮鬥 推翻了滿清專制 締造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開創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 今天 台澎金馬復興基地 在蔣總統經國先生和大有為政府的領導下 遵奉國父給教 繼承先總統蔣公義訊 實踐三民主義 發展民友 民治 民想的制度與生活 在政治民主 經濟繁榮 社會均富的大原則 大方向下 推進國家建設 經過三十多年來的努力奮鬥 復興基地的繁榮 富足 安和樂利 與大陸共產暴政下的仇恨鬥爭 貧窮落後 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並且為中國的安和樂利發展 提供了成功的經驗 各位觀眾 我們今天的轉播工作 就會進行到這裡 謝謝您的收看 以上是台式記者理會會 在總統府廣場為您所做的國慶大會 和遊行的現場實況轉播 謝謝您的收看 祝福您有一個愉快的國慶假期 再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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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